盛夏帶來陽光和雨水 田裡餵水的葉菜難以生長 農夫便搭起瓜棚種瓜果 當中最搶眼的一定是冬瓜 香港本地生產的 更是已經很少見 常常生形的鐵棍冬瓜 好像強而有力的手臂 最少90公分 肉質結實 是紅燒菜的首選 白皮冬瓜 表層有霧面 肉質比較軟 瓜味清淡 所以容易入味 微火烹煮最適合 芋頭冬瓜 砍似蜜瓜 還有T字型瓜餅 切開真的有芋頭味 但仍然有冬瓜的清爽口感 非常特別 迷你冬瓜只有五斤左右 胃農肉厚份量小 適合小家庭 用來做小型的冬瓜棕 不過說到古早味冬瓜 一定是清脾冬瓜 它曾經是最常見的大冬瓜 要30斤以上才算合格 肉質結實 瓜味濃郁 香港本地種的 在街市已經很難買到 因為要由農夫一代傳一代保留 因為要由農夫一代傳一代保留 農夫Judy用手敲瓜皮 聽到柯柯聲就知道瓜熟了 這批瓜由下種到收割需要四個月 每個都超過三四十公斤才收割 屬大冬瓜品種 是它和復更者聯盟的年輕龍夫一起種的 其實活動已經是第二年舉辦 目標是種超過一萬斤 今年還多了幾款不同的品種 單看收成已經非常壯觀 新鮮收割的冬瓜 加薏米包成冬瓜水 是農夫在夏天時常飲用的消暑產品 青皮冬瓜屬於本地品種 種子來自他們的種子導師葉子聖 他爸爸幾十年前已經開始種植 每年都會挑選最好的瓜來流種 後來香港國內廉價的蔬果大量流露 需要花時間及大量土地種植的冬瓜 漸漸消失於本土市場 葉子聖希望透過種植青皮冬瓜 讓更多香港人認識本地的有機農業 也讓更多年輕農夫獲取 由種植到銷售的實習機會 這批本地的青皮大冬瓜是否特別好吃呢 家人在街市賣湯料 從小到大每天家中都有湯喝的阿優說 味道的確是清甜 肉質也結實很多 跟餵熟透變收割的冬瓜有很大的分別 超大冬瓜並非小家庭可以吃得完 所以他跟丈夫阿舅用大冬瓜製作湯包 讓一家幾口的小家庭也可以吃得到 冬瓜切後便用真空包裝盡量保持鮮味 還搭配不同的食材直送至客人家中 打開塑膠袋便可以加水包成湯 除了用來包茶夠消暑 還有特別的搭配 像素米蘿蔔或加豆腐菇 簡簡單單就很美味 入行超過30年的行政總廚李文基 每年夏天冬瓜成為他的常用食材 為了講求食材的原味 選瓜更仔細 拍下去會感到手震盪 瓜皮有坑才算夠老夠味道 瓜藤還帶綠色 證明瓜肉還鮮嫩 像家常的冬瓜湯 李文基會加一隻水蟹一起包 包滿一小時 刮得清水蟹的鮮 消暑開胃 包湯以外 冬瓜還可以做成很多精緻的菜色 不少更是懷舊菜 像陳皮冬瓜煮鴨 其實就是陳皮鴨腿湯飯的前身 紅鴨先炸後用蠔油、陳皮和薑 燜一小時 再用鴨汁燜冬瓜 非常適合用來佐飯 刻甲冬瓜看似簡單 冬瓜切開邊 中間夾片軒微火腿 大火蒸4-5分鐘 再用蒸出來的冬瓜汁加干貝煮成汁 淋在冬瓜面 鹹香之中帶有清爽口感 師傅說 消暑的冬瓜菜色很受歡迎 6-10月都有供應 冬瓜雖然生於盛夏 夏天吃 解暑生津 消暑前便要收割 但只要不切開 存放至陰涼乾爽的地方 便可以存放幾個月甚至到過年 到冬天還可以吃 所以才稱為冬瓜 可以做完整理 希望是消暑時 佩蓮